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胡人主场对阵公牛 说实话 胡人输得不冤 从开场的态度来看 胡人和公牛就有着较大的差距 公牛似乎是全队都上几了发条 是要在客场拿到胜利 而胡人的气氛则更多是欢乐 毕竟他们的核心前锋 勒布朗詹姆斯迎来付出 确定会替补出战 胡人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轻松会赢 他们完全丢掉了 上一场对阵雷霆开场的气势 这让胡人早早就陷入了落后的处境 并且一直处于艰难的坠杆当中 记忆战术方面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讨论的必要了 胡人放弃了他们身材方面的优势 弃用巴村磊 用四后卫对抗公牛的四后卫 用自己的短板去迎战公牛的优势所在 由于拉萨尔依旧无法出战 施罗德和里夫斯面对贝弗利和卡鲁索 打得极其艰难 沃克和比斯利一同出场的攻防 又是灾难级别的 浓眉进攻端被多人围剿 防守端平平为失位的后卫补防 早早吃到五次犯规 詹姆斯回归后还没有完全找到状态 他和里夫斯两人就出现了十次失误 这些都是胡人需要再下一场 客场面对公牛去解决的点 不过这场对决 公牛后卫贝弗利成了焦点人物之一 最后时刻 贝弗利抛头打尽 帮助公牛锁定胜局 他不仅对着詹姆斯做了一个你太小 too small的手势 并且他对着胡人主场狂喷垃圾化 显得非常兴奋 尽管这引起了不少胡人球迷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贝弗利这也太装了 不过话说回来 赢球之后 他确实是这场的赢家 他也有资本这么做 篮球场上就是拿球说话 公牛不仅赢了 贝弗利自己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他以63.5%的真实命中率拿到了10分4篮板5助攻 并且他在防守端对胡人后卫的限制也非常出色 在贝弗利和卡鲁索的联手协作之下 胡人两大后卫施罗德和李福斯打得极其艰难 施罗德投篮只有10中4的效率 其中3分6中2 除了大量造犯规的罚球之外 施罗德在运动战中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 李福斯尽管拿到了13分7助攻 不过他出现了5次失误 和詹姆斯并列最多 当卡鲁索给他上了防守强度 贝弗利随时准备在身后截断他的传球路线时 这名这段时间洛杉矶的宠儿效率有所下滑 他十一的在场正负值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尽管自身得分不多 但贝弗利在防守端对公牛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 对上老东家胡人 贝弗利带着满腔的怒气 他在交易截止之前 意外被胡人送去了魔术 贝弗利明确表态他不会为魔术出战 最后他和魔术买断加盟了公牛 从贝弗利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 他被交易是个意外 更不用说 当拉塞尔被交易至胡人时 贝弗利还公开发推称帮派回来了 毫无疑问 贝弗利对于胡人交易送走他的决定 非常不满 并且他感到愤怒 在之前的个人播客节目中 贝弗利扬言要将胡人提出附加赛的行列当中 除此之外 嘴硬的贝弗利还表示 离开胡人是他自己申请交易的结果 是他找到胡人管理层请求离队 从这就可以看出 贝弗利已经和胡人彻底撕破脸了 这一次的正面对决 贝弗利完全占据了上风 离开胡人之后 贝弗利多次在公共场合谈论其老东家 他说了很多胡人的负面言论抹黑了胡人的更衣室 不过 球场上胜者为王 这一次的正面对决 贝弗利不仅赢了 他还赢得非常精彩 赢球之后 贝弗利也在胡人的主场 尽情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他对于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不知道 现在胡人是否会对他们交易贝弗利的结果感到后悔 他们用贝弗利换来的中锋 颁巴常规赛看起来都很难回来 并且胡人现在的封线防守等级已经比之前提升了一个挡拆 农眉和范德比尔特的防守效率非常出众 只不过 胡人现在缺少了一名外线防守大闸 施罗德太矮 李福斯太瘦 他们两人追射手 急掩护还行 一对一防守能力有点不足 沃克和比斯利在防守端更是白给 如果当时没有放走贝弗利 胡人现在的阵容肯定会更加完善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当凯尔特人在客场爆冷输给爵士的时候 费城的球迷们进行了短暂的狂欢 因为他们凭借着胜率的优势 排名超越绿军 升至了东部第二的位置 然而 费城的狂欢没有持续太久 紧接着 他们就在主场输给了公牛 把东部第二的位置拱手让出 尽管76人随后完成了对公牛的复仇 但是接下来的背靠背两连败 彻底让76人远离了东部第二的席位 在常规赛只剩下最后八场的情况下 76人想要追上绿军的2.0个胜场距离 他们需要看绿军的脸色 一波两连败把76人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在常规赛赛程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76人想要在排名方面反超绿军 说实话 只能期待奇迹的发生了 一旦两队在季后赛次轮队上 主场优势会成为一个X因素 而在这段时间 76人表现糟糕 和哈登的受伤有着很大的关系 没有了他的组织串联之后 76人的整体进攻变得不再流畅 除此之外 76人核心中锋 恩彼得的表现 也出现了一定的起伏 面对内线孱弱的勇士 恩彼得确实砍下了46分 九篮板八柱公粮抢断一盖帽 可不并不足以帮助76人在客场带走一场胜利 随后 背靠背面对太阳 在没有爱顿的情况下 恩彼得在比永博面前完全打不出优势 他19中8的效率 远不如比永博12中8的表现 而在篮板球拼抢方面 比永博在恩彼得面前生生事 抢了8个前场篮板 不少球迷吐槽恩彼得 称他成为了比永博的玩具 尽管恩彼得最终 依旧拿到了28分 十篮板四助攻二盖帽的数据 但大家都清楚 恩彼得打得非常艰难 甚至他在末届已经落后20分的情况下 还去一个球一个球造犯规 恩彼得的行为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质疑 背靠背第二战 球队体能有不小的问题 同时恩彼得还有一定的伤病隐患 按理来说 在这种胜负悬念不大的情况下 恩彼得应该考虑 更多保护自己的健康 而不是拼尽全力去刷一些数据 看得出来 他还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完美数据 因为本赛季 恩彼得很有可能得到 个人生涯的首座常规赛MVP奖杯 在最新一期的MVP排行榜单中 恩彼得超越了约基奇 他升至第一的位置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表态称 恩彼得是本赛季常规赛MVP得主 这个奖项已经没有悬念了 用名嘴帕金斯的话说就是 只要76人不出现一波夸张的连败 常规赛MVP将成为恩彼得的囊中之物 然而 就是这么巧被帕金斯说中了 在他说了这番话之后 76人四战三败 并且接下来 哈登还没有明确地付出时间表 这段时间 恩彼得个人独自带队的战绩变得糟糕 面对强队 76人显露出了疲态 这让MVP的争夺再次变得悬念迭起 要知道 两连败之后 76人在战绩方面 已经以49胜25负落后 50胜24负的绝金1.0个胜场的距离了 更不用说 这段时间 绝金迎来三连胜 他们以23分的巨大分差 战胜了东部领头羊雄鹿 恩彼得面对严防死守 他的效率出现了不小的下滑 而约基奇面对雄鹿风献群的包夹 他表现得游刃有余 31分6篮板11助攻的表现 盘活了全队的进攻 这一对比 本赛季的常规赛MVP争夺 再次悬念迭起 76人如果无法在哈登缺席的这段时间 止住颓势 而绝金现在状态正胜 说实话 考虑到最后 这段时间的球队以及个人表现 恩彼得还真说不准 是否会被约基奇翻盘成功 接下来 两人的直接对话结局 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下一场 76人将客场挑战绝金 双方首回合的较量 恩彼得完胜了约基奇 显然 如果这场能够拿下 恩彼得的MVP基本就稳了 可一旦恩彼得和76人遭到压制 那对于MVP的争夺 还真就说不准了 不过 话说回来 恩彼得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仍对MVP耿耿于怀 他并没有做到真正像哈登那样 以冠军为唯一目标 这一定会影响到76人在季后赛的表现 而一旦76人本赛季无法在季后赛取得突破 下赛季他们的阵容是否会迎来大换血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明镜需要 wereld